從兒童期到成人期 綠色的圈圈會越變越大 因為腦部要越來越成熟 該用的地方就越訓練越大 不該用的地方就越來越小 或是把它弄掉不見了 每個綠色的圈圈之間都有很多線 就是神經跟神經要連起來 才會有正常的反應 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發生一些問題 如果要用一個例子來形容的話 就很像是一個人要把一塊大理石 很大塊的大理石 把它雕塑成一個大位雕像 那這個過程當中會怎麼樣 它不會自己變成大位雕像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雕刻它 你可能要東挖一塊西挖一塊 要磨來磨去 那這個心上的大腦就很像是這樣 它可能不要用的它就把它去掉 那該用的它就努力地把它弄得越來越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就會造成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這個不舒服的地方 這就是所謂的這個腦區的 腦區連結的發展 那另外一個呢 是大腦裡面的兩個區域在作用 一個就是綠色這一塊 就是鹹油液體質 這是掌控本能衝動 如果這個事情不應該做 它就會要抑制 壓抑制不可以做 但是這個區域呢 通常成熟的時間呢 科學家研究發現 大概要到25歲才會有成熟 但是控制情緒的 就是紫色這一塊 叫做邊緣系統 控制情緒的大概 大概在 我上面有圖喔 紫色的喔 大概在15歲左右就會成熟了 哇 15到25耶 差到大概10歲左右 他在這個十年當中 他會腦子裡面會有所謂很多的衝突 想做的 覺得是對的其實是錯的 他無法去判斷 所以這會造成他的情緒 跟理智會互相的增長 好 另外一個是多巴胺 多巴胺是一個腦內的神經傳導物質 當你受到刺激或是反應的時候 腦子就會分泌這個所謂的多巴胺 他會讓你覺得舒服又快樂 那在青春期的時候 已經被發現說 這個多巴胺是分泌最多的 在青春期的時候 水平死青少年 就有很多異常的行為 有點像那個精神病的行為 但是他卻又沒有精神病 他只是因為在青春期的節奏 會有這方面的表現 比如說會很冒險 會有酌酒喝藥等等 這些 一些該有的那種不好的習慣 會在這時候出現 好 那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我看書上有寫 他說青少年像什麼 像是一台車子 這台車子呢 是有油門卻沒有煞車的 油門踩下去到處亂衝 可是呢 他卻無法停嫁 這就很像是一個青少女一樣 那我停電 先等一下 有後再放 好 這次我要放一個圖片 就是指在美國做一個實驗 有一個 有一個二十歲的一個年輕人 他做了一個實驗 他假裝自己是十五歲的年輕人 在網路上面用一個假帳號 假的相片 然後呢 去勾引那個青少女 大概十二十三十四歲這個年紀 然後去跟他們聊天 建立關係 建立好之後呢 要押他們出來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年輕人呢 他是個好人 因為他要做影片 要教育大家 他就 後來就事先跟他這個孩子的父母親講 講說我做了這個研究 然後呢 我今天要邀你的女兒出來喔 那請你們做好準備 跟我一起 我說起來 結果呢 他找了三個少女 青少女 十二歲、十三歲、十四歲 要邀他們出來 結果他們有沒有出來 全部都出來 十二、十三、十四歲的青少女 全部都出來 就是全部都願意跟這個網友見面 從來沒有看過 只看到相片 跟一個帳號 所以 那我會認為說 我看了這影片之後 我突然想到說 我家裡有兩個女兒 那我以後怎麼辦 所以我們必須要 一定要 要靠性能來 來幫助孩子 不然的話 實在是太危險 那我有機會 後來的話 等一下再放給大家看 好 其實少年面對的環境 其實並不是只有 我們想得到的 那麼單純 那大概會有四個層面 大概是這樣解釋 當然這個是一個理論 那我把套用來讓大家 有點了解 青少年在中間 他的四周圍的環境 父母、朋友、老師 然後他的生活的 家裡面、學校等等 就是他的所謂的這個 第一圈 就是微觀環境 那微觀環境 微觀環境 中間系統裡面 他有了一個中間系統 就是呢 中間系統就是 老師、家長、教員 或是青少年的朋友、同學之間的關係 會影響到他 就是所謂的中間系統 在外面一圈 就是外在系統 就是更外面 可能沒有 青少年也沒有直接接觸 但是呢 會對他有影響 最外面就是宏觀系統 可能就要擴大到國家、社會、世界去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由小範圍到大範圍 就是青少年、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外在系統 跟宏觀系統 那這些系統、這些環境 都會對青少年有一些影響 最直接的 一個青少年如果得聖明 他聖明沖門的時候 他心裡面是滿足、快樂 就是他自己 自己對自己的影響 那如果是微觀 就是他的家庭、同名、朋友的影響 那現在要加入一個使用網路 會讓他獲得快樂 我們使用網路不用透過誰啊 我只要有這個notebook、手機 有電腦就可以上網 你就可以去接觸各樣的環境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是問題 很大的另外一個改變 跟過去比較不一樣 青少年也可能參加很多活動 他就會跟環境有一些接觸 那中介系統就是父母教師跟教員合作 還有朋友之間的相處 會對他有影響 那外在系統呢 簡單舉個例 就是父母的收入跟工作環境 父母的收入高低 對孩子是有很大的影響 父母的工作環境有沒有影響 小弟有一堆時間在長根大學服務 在那邊服務的時候 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大到就是我回到家 我看到我的孩子 我就罵他 找機會打他 然後你出錯 然後你不對 我就發脾氣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工作環境壓力太大 就把這個生氣的情緒帶回家 然後你發現到孩子身上 後來我太太跟我提醒 我說你這樣不行啊 你這樣你生病了怎麼辦 我後來就離開那裡了 那裡了 所以這個父母的情緒 或是父母遇到的事情 對孩子有沒有影響 其實孩子都知道 父母的情緒 或是他發生的事情 孩子都能夠感覺得出來 那教會的發展也有影響 那因為還有手機網路的發展 有沒有影響 有 因為這已經是直接跟孩子有接觸了 所以這也變成了 一個外在系統的影響 那宏觀系統就是更大的 就是國家社會的一些 一些發生的事情 對孩子也會有影響 那 對我們基督徒來講 有什麼不一樣 有 這些系統裡面呢 如果有加入了一個 所謂的 教會 真神 一個信仰 在當中的時候 他就會突破這些系統 會直接影響到青少年 不用再一層一層的進來 這是一個 對我們來講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 創造一個屬靈環境 這個環境就會 對孩子 會直接有很大的影響 就不用再透過一層層的信仰 但是另外一個 會跟信仰有所衝突的 就是所謂的網路環境 這網路環境呢 可能對青少年來講 是比這個十字架更大 更大 因為更吸引人 這兩個會 彼此之間就會對他來講 就會有很大的一個拉近戰 所以這個 另外一方面 這個主要是在講說 家庭環境 家庭環境對一些高危險青少年 不管是父母有虐待 父母親酌酒 或者是父母再婚 或者是父母有死亡離婚的 或者是父母有貧窮的 或者是親子關係不親密的 都會對這些 可能是高危險群的青少年 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家庭環境實在是太重要 那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這個索隆龍王 他曾經對這個少年人 有這樣的兩節經濟 他跟他們分享 他說什麼呢 在傳教書十一章 就有絕到十幾 索隆龍王說 少年人 你在右營時當快樂 我們讀了到這一句 我們會想到 為什麼他要叫青少年要快樂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在一十幾 他說你剛從心中除掉仇恨 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青少年 非常的仇恨 所以索隆龍王才會說 你在右營時當快樂 但是當快樂會怎麼樣 在右營時使你的心翻場 就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呢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他必須要行他心所使勸看 眼所愛看 需要知道 會這個確實實必勝為 因為他也不能控制 何謂對何謂錯 還沒有辦法那麼成熟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犯錯 所以索隆龍王才會特別這樣解釋 那這邊有後 然後傳道中十一章十節後面 索隆龍王他說 一生的開斷和右營之詞都是虛空的 這是什麼意思 不是在那段時間 其實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其實都是 有點像是虛質青春 但是事實上又不能夠不一樣 又不能夠說 我不要守青春旗就能夠長大 也沒有啊 你看覺得說 學術有沒有都跳過青春旗 沒有啊 學術一樣 你是一歲兩歲三歲四歲 到三十歲 學術就要去傳 傳給你了 他也沒有跳過青春旗 他也沒有跳過青春旗 只是聖經上並沒有特別記載 聖經上也沒有記載 學術在心上發生過的事情 並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心上的事情是失功 你不用太特別在意 但是要解索道理是真的 張老師基金會對這個 青少女在2015年做個調查 發現學生群群的煩惱 大概有前三名是這樣 第一名就是生涯 不知道他將來 念書將來要做什麼事情 要從事什麼工作 再來第二名就是他的心情 心情不好 可能心情不好是很大陸人 第三名就是父母的情緒 父母的情緒 父母的情緒就很像是 青少女就很像是 在父母面前的一個 很小很卑微的一個孩子 父母對他的情緒非常的高 可是呢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沉重的壓力 所以他會非常非常的 不想去碰觸到父母對他的情緒 所以青少年他需要更多的書法的管道 他才有辦法去讓他的心 能夠恢復一點佈近 所以青少年書法管道 這也是一個調查 像張老師基金會在2015年的一個調查 大概青少年會透過一些管道 比如說Facebook 這兩個也是 不管是青少年 因為大人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透過這些管道去書法一下 那中間這個不是貓 不是青少年找貓去書法 而是這兩隻貓他們是朋友 所以青少年會去找朋友去書法 這是非常常見 那青少年有些會找父母去書法 當然這是最好的情況 那青少年也有可能會怎麼樣 一隻熊把自己的頭把自己的頭捲斷 解斷 非常意思 不是自殺 最近發生過高中課當中的問題 不是有人的自殺嗎 新少年他無法解決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會選擇自殺 那所以這個調查中顯示 百分之十四的學生組織 他們是找不到人傾訴的 沒有人可以聽他講話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這些人有可能就會走上絕路 或者是會從事比較悟面的行為 那這也是我們可以傳知音 可以進行出道的一些問題 青少年對家庭社會的影響 其實青少年會帶來衝突分 對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很多都青少年做的事情 會去抗議的 很多都是青少年 會做一些可怕的事情的 也是青少年 但是同樣的喔 我們看到的新聞只是少部分 大部分的青少年都做什麼事情 其實他們都是帶來熱情 創造人的技能 那另外呢 當然這個網路的影響也很大 因為網路讓青少年 可以同時迫起很大量的資訊 他只是因為他們還不怕分別 所以他們很容易會被捏 所以在各種文化裡面 青少年是很容易會被散動 會變成極端分子 也會變成紅分子 但他也有可能是會變成一個 就是會很有奉獻的人 好 那這個 那是跟跟大家分享的 關於我們對青少年行為的期待 跟他們表現出來的落差 給一點小小的解釋 那 如果你直接看到一個青少年 不管是你的孩子 孫子 或者是你要教的學生 你發現 他跟我有距離 好像 好像有刺一樣 跟我們碰他 其實他可能只是想 我對這個周遭非常厲害 可能距離 人的安全距離 就是接觸越近的時候 會越覺得不舒服 對不對 第二個我們可能 大人等大概是 30到50公分 做不行 不過青少年可能要 你要拉到100 甚至200公分去 然後可能 你要靠近他之後 他就覺得你比較危險 你想要保護他 或是你想要攻擊他 所以其實他是對周遭非常厲害 因為他這時候腦部很強修 還沒有辦法完全能夠去判別 到底你要對他做什麼 那青少年他可能 你發現他不喜歡聚會 好不好 這很嚴重 這個信仰有很大的影響 怎麼辦 對他來講 他可能只是想說 這件事情並不重要 對我來講 這件事情 不是排在第一的 因為你並不想要 不喜歡去做 但不代表他錯 那只是現在這個時候認為 這個事情不重要 但是有一次他想通了 甚至你感動到 他覺得這個線 又有很重要 父母都會認為 都會看到說 我的青少年的孩子 都只聽朋友 其實現在不是只有青少年 你兒童都一樣 兒童也是一樣 都聽朋友 不是不替父母的 也是帶兒子 像我自己的孩子 都是這樣 才國小 一、二年級 就變成這樣 你要怎麼辦 以後是不是就 從此不相往來的情況 他可能只是認為說 朋友的認同 是比父母還要重要 不代表父母重要 比父母還要後面 那這個情況是會改變的 因為其實 剛剛有提到 性真的出現 就是要轉大人的樣子 會非常的怪 你想想看一個人要從小 突然變那麼高 還要變成大的 是不是要經歷很多變化 那個變化 他對他來講 是很自卑的 所以他很沒有自信 那如果有朋友 跟他講說 要做什麼事 哇 一馬當先衝頂 沒有辦法 他就是 這個 是可以優科學去 稍微解釋一下 好 那青少年不愛讀書 很頭大 不愛讀書 功課又不好好寫 考試不好好考 叫你做個 這個 叫你去面書都不去面 怎麼辦 他可能 只會跟你講說 我成績好壞 我今天考這科 零分有差嗎 或是